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我们说可能起步 以反对党来得迟一点 但是至少这两年 我们可以抵消很多不确实的资料 怂动粗俗暴力语言 气厌嚣张 网络政治言论冲过头 这个我觉得是不大正确 你真正经常 今天我们要阻止的 我们要停止的 就是那些流氓 流氓政治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多看点 我是惠敏 那下届大选 大概有1300万个选民 那如果新选民当中 就占了240万 如果你说新选民 21岁到40岁之间 占了大概440万 相当大的一个比数 所以大家都在说 下届大选 新选民首投足 年轻选民 是大家都争相 要真的一个票源 所以今天现场 我们就请了 马华跟行动党 这两个政党 都接触年轻人非常多的 这个总团长到现场 我们有马清总团长 外比魏嘉祥 还有新动党社青团的总团长 我们有外比陆造福 好了 大家都在讲 下届大选年轻选民很重要 大家都在抢的 两位都在要抢这一块的 但是给人的印象 一般上觉得说 年轻人是什么 他们繁体制 他们不满现况 所以印象中是会比较倾向在野党的 所以对马华来讲 年轻选民这一块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如果你说过去十二届的全国大选 那么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我们分Salaran 最新的Salaran就是代表他年龄层最年轻的那一部分 那么你如果对比的话 很多时候他都看到那些年轻选民 他对这个执政党支持率会稍微少 有的时候非常明显 有的时候可能说稍微少一些 其实我们如果追根究底的话 你看年轻人他从18岁 他刚刚出来 有一些升学 有一些找工作 他整个事业上 他并不是最稳定的时候 那么他刚刚从大学出来 他也是刚刚在找这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 那么在创业方面 他也面对很多的问题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假如有一些不如意的经验的话 一些经历的话 他会把它当作是 这个执政党做得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基本上都会意识到 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 所以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是说年轻人是繁体制的 还是说这只是一般人的perception 你新东党也未必讲说 所有年轻人的票都一定在你那边 我觉得年轻人不是所谓的anti-establishment 主要的是年轻人是有理想主义 idealism 大部分的年轻人如果是在大学 你都有一个理想 你希望整个社会比较好 你希望整个社会会有改革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能够改革 能够更好 你看回2004年当巴克拉新首相的时候 他2004年 大赢嘛 大部分的有可能是很多选区的年轻人 也是给国阵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 因为一个新人 一个新首相 他希望给他一个机会 一个改革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改革更失败 2008年就反了 反过来的 所以你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对国阵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有太多的课题 有太多的丑闻在政府里面爆发出来 对太多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偏差 所以不单假是年轻人 现在如果你看华社 不单假是年轻人 不单假是21岁到40岁 那么年纪老的 年纪伤了的 也是有不满 你看有人在讲说 现在行动党或者在野党 他们会做的什么 是挑不断把课题挑出来 可是他们挑这些问题 所谓他们揭闭的这个东西 是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 但是在执政党 或者甚至对你们马华来讲 会不会你觉得 因为你们没有很难做到 所谓揭闭的这个部分 很难引起共鸣 我觉得行动党的角色 或者反对党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挖一些 这些政府做不对的地方 或者有一些事件 它可以大吵特吵 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于应付 那不管怎么样 基本上反对党 我要恭喜反对党 他们这几年很成功的 炒作了很多的这个议题 那么也让这个国阵手忙脚乱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最终还是要一个解决方案 谁去做 怎么样去将这个问题解决 光只是把问题抛出来 他不能解决 而反对党他们的做法 换政府 换政府就是所谓的万灵丹 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比较 你说理想归理想 不过你也必须看整个现实的情况 那么客观的条件是怎么样 我们不能说 当我们应对问题的时候 我的解决方案 换政府就解决了 好 感觉上他们是讲说 现在反正在野党就是用口讲 我讲就可以了 你们现在就是收割 华社不满的情绪而已 我不参成所谓的炒作课题 我们是把整个丑闻暴露出来 如果你没有丑闻 我们怎样暴露 我们怎样炒作 所以我认为 我们身为反对党的角色 就是要暴露你政府 如果有丑闻 或者政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们就要批评 就要暴露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角色 那么我们暴露出来过后 那么雪明去做一个判断 如果你这个政府 在这方面做不好的 那么是不是有另外一个 替代的一个方案来做 反对党如果真的是 真平时去地把问题提出来 那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我觉得是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 不过很多时候 他们不光只把问题抛出来 但是也有一些 还未经过正式的东西 都把它抛出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 反对党很成功的就是 他就create一个道 就是你去想 但是他最终也不给你答案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你看到这个行动党 他们在谈 这个地方政府选举 他们当时3月7号 信誓旦旦的时候 我们将会有地方选举 那么我废除这个达到 最后他说中央政府 政权我们还没拿过来 不能做到 但是有谁想到 当时他在发 当时做这个宣誓的时候 他又想到整个客观的条件 他能不能这样做 他们没有的 他只是说 我今天答应 把他先答应下来 意思是讲说你们口爽爽 讲住先就算了 首先你讲如果想地方政府选举 槟城已经通过我们的州的法令了 这是中央政府不允许 是地方政府部门不允许 这个是一个事实 超值使用自己反对 这个是事实 那么另外一点呢 你讲如果想我们抛出一些问题 没有答案或者你政府不能够回答 这个是你要怪自己政府的部门 政府的领袖或者政府的官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对我们人民来讲还是好的 因为真的 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有人出来揭毙 无论是在野党也好 无论是执政党也好 你反正就是出来揭毙 然后就双方你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又把他讲出来 但是现在揭毙的情况不一样 我当年92年在这个马化 刚刚成为党员 一直到2004还没有当官之前 我敢说我做了不少过一万周 跟警方很多那些舞弊的事 我是带头去处理的 揭发的 但是当时我没有把他 这些都是国阵的败笔 那今天警方 警员 害群芝麻所做 每一样东西 国阵做不对 米丽丝是说对你们国阵很无奈吗 对你们来讲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做一些东西 尤其是这一些 你说警方 执法单位 他做错了 你应该将他们成绩一方 我们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巴拉萨在归罪国阵 我们完全处理得不好 那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 找错了对象 那如果说回这个年轻人 因为刚才外面你有提到说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跟上一辈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他们接受资讯的那个管道 以前是说你看主流媒体 老一辈 现在不是 现在他就是全部在网上 那在网上的这一群年轻人 他们在308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很大 就为整个所谓的 我们讲整个政治环境 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一下子之间 可能国阵数 就是面对有史以来 最大的这个失败 好了 现在来到下一届 很多人讲说 下一届会更厉害 那你们怎么样去 抵抗在网上的这一群年轻人 今天马华要做的就是 我们必须扩大 我们今天这个联络 那么第二 我们在这个网络宣传方面 在2010年 我们说可能起步 比反对党来得迟一点 但是至少这两年 我们可以抵消很多 不确实的资料 那么当我们有平衡的报导的话 至少让一些年轻人 也能够兼听责民 假如说光只是由反对党 所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又没有办法 得到一些正确的资讯的话 最终他的思维 会倾向某个政党 所以我觉得今天年轻人 他们应该要有一个 就是说兼听责民 了解到这个问题 我可以不单单只从一方面拿到资讯 另一方面的资讯 我也能够去收到 这样拿我来判断 我觉得比较理性的 我们不想成为一个网络报名 我觉得有没有给他责讯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一个政治轮路的责任 你如果你讲年轻人 没有收到这个平衡的资讯 这个是你怪不得自己的 国政的工作没有做好 你的功课没有做好 但是行动党 很多副部长 行动党是非常厉害的 很多课题他没有回应 他把很多课题都没有回应 就是你很多时候你讲 就是我们来炒作课题 不是我们炒作课题 我们把这个真相讲出来 你应该的透明的 如果你讲 OK 这个东西我们讲的不对的 我不代表其他部长 我只敢说 你问教育部的东西 我肯定会回应的 你是少有的 少有的副部长 在国会回答问题 这回家像是比较好的一个副部长 我这个事我必须承认的 他们每一个人有问到的问题 他都有回答的 有没有回应的 那个答到好不好 是另外一个事情 最少他有回答 很多部长副部长在国会 他避开整个问题了 有课题跑出来的时候 他自己 他的副部长或者部长都没有回答 很多部长现在来都没有来 理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今天反对党的角色就是 因为你做了很多 所以我就挑你一些做不对的 当然在一个民主社会 我说这个很正常 我们也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 我们找出一个方法 如何根植这些问题 但它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一个责任 可是你还是不能否认 就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年轻人他不看报纸是非常平常的事 他们就通过 他们就通过晚上去看到那些资料 那我们也看到你们也很积极 最近有很多我们看到 可能跟国阵有关的一些网站 一些时事网站 但是相比起来的话 好像还是不如可能在野党的 可能他们like 或者他们share的 其实很多时候那种贴文 假如他有善情的 善动性的 他是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这种支持的 那么很多人都会赞的 但是假如我们讲一些 比较大块头的东西 没有太多人有信 可是你们是不是 我觉得在网络 你不是散动 你是用创意 看你有没有创意 有没有creativity 来吸引你的听众 来吸引你的人 但是你没有内容光 只是有创意也没用的 对 你的内容就是 把内容有创意来承达出来 来表达出来 我觉得那个方式 才能够你吸引到 你承不承认说 可能在网上的时候 在网上比较可能倾向在野党的 那一些网民会比较多 那会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马华可能找不到像 支持行动党那样的年轻人 我觉得 假如你说 在网络上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作战 反对党他们也很厉害的 他们一个人可以负责五个 我们看得到的 因为一般上你 假如说你在批评某些事情的时候 同样的人他会 就把他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枪手 他们也有枪手的 他们只不过不告诉你 他有多少人而已 今天可能国阵太过坦白了 就是跟反对党不能够太坦白了 即使你说有一万人也好 或者两万人也好 他们可能有伤务 如果这谁是枪手 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太多了 太多人要做我们的枪手 如果你讲这谁是枪手 我觉得这谁不是枪手 如果国阵还是认为 这些人在网络去骂政府的 或者批评政府的 都是反对党请来的枪手 我觉得这个是国阵的 如果你觉得 反对党可能 在这个有误解了 当我们说枪手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受到某个政党雇用的 他很可能是因为有了党性 他会维护他的领袖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你知道吗 那今天他不要误解 以为说你是付钱给那些人的 今天在国阵也有一些 他们是自动自发的那些 所谓的兵团的 这些兵团他怎么做 我想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当某些问题 他们认为出来挺领袖 或者要做出澄清的时候 是应该给他们有这个机会的 可是感觉上看起来 会不会再打网络战的这一块 如果网络战这个是在下届大选 这么重要的话 国阵或者马华 是处于一个挨打的状况 马华还有很多的空间要改善 因为不像反对党 反对党他们讲了之后 他就丢在那边 你去解决了 我们会有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我们这样做 我明天一定要做给你看 要不然反对党一问你 你做到哪里了 他们会一直重追蒙大 他们只是说 我讲个例子 以前我们在说学校 学校准证在哪里 你给的消低 消低的钱在哪里 当你给钱的时候 为什么给的这么少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贴文 都是从以前一开始 2008年到2002年 整个情况不一样 但是总之你讲什么 他都骂你的 而且刚才外面有提到 我觉得魏博士可以放心 如果几个月后 这个是改朝换代的话 这些问题来 我们要去负取这个责任 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些是烦了 不用烦了 你几个月后 不是说烦 我觉得今天 朝铁政党应该要有一个共识 我们要净化这个网络 假如说我们再允许这些网络 暴民继续这样的 扶作回味的话 我觉得整个政坛 包括我们整个社会 是乱糟糟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觉得就是 因为确实现在可能在网上 你看到有一些事情 一上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群起围剿 就是不管青红照白 就是来 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暴民我觉得是不大正确 你真正今天我们要阻止的 我们要停止的 就是那些流氓 流氓政治 就比如说Percasa 或者一些团体 你去丢射头 你去干扰人家 你去人家的门口 去跳这个屁股 请问Anthony 这些我们要谴责 这些也要谴责 对 我是第一个谴责 当Percasa 那么挥权 对付首长 首长也在槟城之后 为加上你坐得对 你还讲那些良心话 但是我很奇怪的是 325过后 林冠林竟然坐在 城郭伟旁边 有一天我问他 为什么你会坐到他旁边 他说他们没有打到 只碰到你的脸 我说你知道吗 那一个你是很远的 几米的呢 但是我站出来听你讲话 我跟你的分别就在这里 我认为说 不管是在潮在野 只要有这个暴力 我们就应该谴责 结果我告诉他 冠林 我头被丢走 是吗 有就不应该 但是问题是 他记者会已经做过了吗 他的那个整个贴文 已经出了 几十万人在看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学习这个奴录奴录 他一开始就说不对的 我们任何人如果受到这个暴力 我们都应该谴责 不管是对于反对党也好 对于国阵也好 所以我们也从来你看 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都是很非常的控制的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场面 或者什么 我们都控制的 尽量的控制 你看在这个双亡辩论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的控制我们的支持者 虽然有一些有被移来的 又穿红衣 又等等 又弹口号 又唱歌 我们都尽量的控制我们的支持者 不要任何的暴力出生 这个发生 所以暴力不管是谁 在朝在野或者外围的组织 我们都应该选择 这个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东西 但是今天整个网络里面 太多的暴民 他们讲一些东西 全部用粗俗的话 难道我们要纵容他们呢 行动党我们演得不说 你们的宣传的什么组长 他是经常都用那些 不堪入耳的字眼 那么言交什么这样的一个字眼 包括媒体 他们都认为是不应该的 那能不能我们一起来 进化 不要让这样的东西 成为我们的一个文化 对 可能我们曾经问过说 我们的政治是不是要去到 就是可能用粗俗的语言 才能够吸引更多的选票 或者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民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 我们没有讲过 一定要用粗俗的这个语言 我觉得邱光耀的方式 都是用一些开玩笑 一个东东西的方式 来呈现他要讲的东西 比较 很多人讲 他讲的话都是粗口 他讲的话都是粗俗的 但是没有人真正去听他的演讲 批评他的人 有没有真的去听他的演讲 你看他 他去到哪里演讲 都是非常受欢迎 第一 如果你讲 他讲的东西完全是没有料的 完全是废话的 就是粗俗的 我觉得那些人听的 都是你质疑他们的那个智慧 今天我觉得 他现在是避重就轻了 我今天是谈的 你讲的内容 我们没有非议 但是需不需要用那个粗口 用一些粗话呢 作为点缀也好 或者是称托让别人觉得 这个是很有魅力型的这种演讲 我不认为就是对的 可是YB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会特别喜欢可能在网上 或者他们通过这种非主流的媒体 去吸收资讯 是因为以前他们可能觉得 因为像上一个年代 我们讲嘛 上一辈是很多可能可以 因为他们只是通过主流媒体 来看新闻 我们常听到一些媒体的 一些老前辈也是有讲说 可能以前就是可能处理新闻的时候 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讲说某某新闻不能用 某某新闻不能处理 然后有陈静怡跟马华总会长 还被人家称是 就是媒体的太上总编辑这样子的 原本是因为 之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控制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网络开放了 所以一下子会不会马华就束手无策 就是说你不能控制网络这一块了 但是我觉得对马华 我马华没有兴趣去控制这些媒体 今天也媒体控制不到了 但是问题是这些平面媒体 主流媒体反而被这些报名 指指点点了 我们发现到过去 我们不是听丁弦每一次评论 如果他讲一些比较稍微中立的话 他们说这是亲职政党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很多时候让整个社会 至少在我们在谈论的问题的时候 不一定说 如果你讲一些公道的话 你是亲职政党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说比较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 科学化来看待问题 假如他觉得对的 他就应该赞 说不对的他应该扁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好 那如果说现在 因为两位都是亲联堂长 那如果说要你们跟现在来年轻朋友 就是要让他们来支持你们的话 你以最简单的方式 你会有什么要跟年轻朋友说的 我只有这么一句话告诉年轻朋友 其实这个年代从政不容易 即使在执政党我们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但是请相信我们 在执政党里面 我们也要扮演我们的角色 我们不只要批评 我们还要在体制里面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假如我们不改变的话 即使有一天马华败得一塌糊涂的话 那么国阵还是执政的话 这些问题难道由行动党来做吗 我觉得今天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的 如果说我们只是说把马华推倒 人民就好像说当时在沙劳越那句话 白毛不倒人民吃草 今天白毛倒了吗 行动党高兴吗 今天沙劳越的副首席部长 怀疑已经没有了 那么大家觉得很不错 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子相信说 在野的他们也能够扮演角色 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现在是比较不符合 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况 一般上你必须在体制里面 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好 安登尼 在政治这个群者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在一个国民 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 把你在确保我们的政治更公正的 更健康的 能够更进一步的 所以我们的民主化要更进一步 你就是必须要有政党轮替 所以政党轮替我们就成立两限制 把整个民主化会更高潮 更进一步 所以你如果有两限制 有政党轮替的时候 整个体制会更平衡 以后的话 如果新的政政党做不好 同样的国政改革了过后 如果新的政政党做不好 明年做不好 国政来推翻明年政府 我觉得它的主要的重点是在于 只要国政党一切就好 我不认为今天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化的 今天纳吉上台之后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做出这些改变 虽然不能做到尽三尽美 但是至少人民要比较合理来评估 好的人我们也把它留下来 我们不要说到最后选一个 一个所谓的变天 明天就会更好 你怎样知道不会变得更好吗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把具体的政纲提出来 至少纳吉也把东西放出来了 他已经有三年的机会呈现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三年来我认为马来西亚公民 马来西亚的血民已经能够判断了 他三年来的这个能力 他的那个改革的议程 或者改革的那个诚意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如果你觉得南京做得好 血民会判断的 但是我认为我觉得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政府 有一个新的政府诞生 有两限制 有政党轮替的话 有可能变得会更好 所以这个是选民的选择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选民的这个智慧 我觉得他们会评估两方面 无论如何 下一届大选 其实就能够看得出到底选民相信的是 可能现在的执政集团 或者是现在的在野集团 但今天我相信两位青年团的团长来到现场 他们要传达给年轻选民的概念 或者你们要传达给年轻选民的讯息 我相信已经很明显的传达了 那最后大家都讲说年轻选民 包括我自己 我们就是下一届大选的造王者 所以结果怎么样 就看你们了 好 其实谢谢两位上来 新闻多看点 下个礼拜团长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